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亚马逊在姐夫的领导下一直坚持着不断尝试且利润第一的原则 从亚马逊的发展历程来看也是一直在坚持着这一原则 这种方式也使得贝索斯一举越过比尔盖茨成为了世界首富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 文字和图片已经不再满足人们的需求 对于一件产品来说 消费者并没有那么多的耐心 去阅读他的文字描述 经修过的产品图片也不能完全让消费者信任 这种时候视频就展现出了巨大的优势 颜色款式甚至产品细节 消费者都能一目了然 所以视频也逐渐成为了各大电商平台争相引入的模块 早在2017年 亚马逊就准备打造一家专注于将视频服务融入购物体验的公司 Amazon Live 并为此招聘了大量的用户体验设计师 创建Amazon Live的目的 是为了利用具有互动性的流动媒体视频 为亚马逊用户提供全新的购物体验 在亚马逊的网站上 我们会看到一些商品被标注了 Amazon Live的标签 一般都是一代有视频指导的美容类产品 类似于YouTube和Facebook 或者INF上常见的美容产品演示 亚马逊发言人当时也曾表示过 这项服务并不是亚马逊首创的 在当时亚马逊上的这些视频都是提前录制好的视频 并非现场直播 更不能与消费者进行互动 一个月前 亚马逊在自己的应用程序中添加了Amazon Live模块 这里的Amazon Live不在局限于两年前的视频 而是发展成了亚马逊直播 同时亚马逊也针对卖家端口推出了Amazon Live Creator App 让卖家们能够以视频直播的形式 向亚马逊用户们展现自己的产品 消费者们也可以直接在视频的下方进行购买 这种方式类似于抖音或者淘宝直播 不得不说 亚马逊现在和国内的一些电商平台越来越相似了 亚马逊的直播功能从上周开始 已经全面向中国卖家开放 与之前的Video Short短视频相比 它的功能强大太多了 用亚马逊官方的介绍来说就是 瞬间提升流量5x倍 打开更多流量入口 你的视频将在亚马逊应用手机APP中 曝光和显示 并将展示在你的产品页面 或是品牌旗舰店页面 下面具加为大家具体分析 Amazon Live和Video Short的区别 相信大家对比过后 马上就能了解它的强大之处 1.Video Short短视频 Amazon Live直播加回放 2.Video Short视频右侧少数商品展示矿 Amazon Live视频底部店铺内所有商品轮播条 3.Video Short单项的评价视频或者品牌展示视频 Amazon Live直播加消息互动促销 4.Video Short视频加单纯商品展示 Amazon Live现实折扣促销 5.Video Short无数据分析 Amazon Live充分数据分析 6.Video Short无流量 Amazon Live亚马逊推送流量 前几天亚马逊对Amazon Live Creator进行了升级 添加以下几大功能 1.即时观看量统计 2.直播用户行为体验统计 4.在直播窗口中添加品牌店铺产品展示窗 5.直接客户与卖家即时消息功能 了解国内电商平台的卖家应该一看就知道 亚马逊的这些功能与国内的淘宝和抖音非常相似 更进一步的佐证明了亚马逊正在模仿中国的电商模式 这对亚马逊卖家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机遇 并且我们对于国内的这种视频营销更加熟悉 相信中国卖家们使用Amazon Live进行销售会更加容易上手 把握住这个机会今年的报单就跑不了了 除了视频营销做好其他的亚马逊运营 比如Listing修改优化 从而来提高店铺的流量或者销量也是很重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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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